今天是10月18号 IGO已经收盘了 今天是好日子 红红火火的一天 全线大涨 而且我们的量能 今天再度回到了2万亿 达到了2万1306亿 消费就昨天放了6000多个亿 科兽码更是暴涨到11个点 那我们的流又回来了 接下来怎么走 还能追吗 哪些是重点 带着这些问题 我们就当下市场做一个解读 像之前评论区一拨 支持一下 绝对我有你的点赞加关注 首先恭喜这段时间 一直潜伏金融的朋友们 主要是潜伏正确的朋友们 还有这段时间 一直潜伏互联网金融的朋友们 潜伏科技的朋友们 你们的这个时间换来了收益 那为什么我一直强势大家 要盯紧来正确 互联网金融加科技 其实逻辑已经跟大家说得很清楚了 好 那我们来看 今天尾盘这一波跳水 到底什么意思 刚刚有个朋友问了 我 二阳怎么办 我全部卖掉了 他们我说 这个跳水什么意思 他说在这几天 他一直潜伏 证券 那么证券尾盘 本来这个票是涨停的 结果开板了 他说开板 我全部卖掉了 那么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回事 其实我觉得从市场反应来看 大家看 今天是在这个位置 10点多钟以后开始起来了 那么原因 其实大家都知道 是我们的鸭妈放了重磅利好 村里也放了重磅利好 在村里和鸭妈 鸭妈放重磅利好的情况下 如果今天暂时走出了强势进攻 但我问一下你 如果是这样一直走 一直走 一直涨的话 你会不卖 你肯定不会卖 所以尾盘这一波跳水 我感觉就是什么 就是主力资金 故意的一个位置 借着一波跳水 完成什么洗愁的目的 把这几天潜伏进去的人 把这几天大堆进去的人 获利盘全部洗掉 所以你把这些获利盘洗掉以后 你想想 他后面拉下就比较轻松了 从市场反应来看 埃古在今天的盘面 就属于一个全面爆发的状态 那么我们市场又回到了5000个票上涨 而且今天涨年的票 达了138个 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今天跌停的票一个都没有 这是什么行情 这不就是流失行情吗 感觉我们的市场是吧 又步入了一个大整的行情当中 所以我前面强调很多次 他记得吧 在这里 我说3174 这是一个什么 以前是一个压力位 那么回补3174以后 一定要重视 一定要重视 昨天还跟大家说过 昨天我记得跟他讲60分钟图的时候 当时还记得吧 大家看这里 我这上涨指数60分钟图 很有可能就怎么回到60均价线 60均价线的位置在那里 昨天晚上跟大家说过 在3150附近对吧 你看今天刚好打多少 今天刚好打3152 所以我昨天就跟大家说过 这个位置打下来是什么机会 操底 节奏和湿度已经说了很明白 说了很明确 好 那我们回到这个市场 回到今天方面 这上涨原因大家都知道 是我们的腰妈和村里方众帮你好 那是今天市场吃肉的赚钱的 我告诉你 还是我强调的品种 科技方向 大家看一下 今天涨幅板最好的是谁 半导体 相信大家不陌生 昨天晚上有人问了我一个问题 其实我在昨天晚上紧急发了一个视频 大家看到没有 我昨天发的视频 大家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有人问我 你一直说要科技 要什么 要搞科技板块 但是这个软件 这段时间涨了很多 有些票涨了一倍的 有些票涨了几倍的 我看这一软件我就怕 我不敢去对吧 那么不敢去 它去哪里 昨天晚上我是不是说过 去哪里 半导体 我说软件涨了 半导体能不涨吗 所以你看 昨天半导体表现一般 而且半导体在这个位置 它都没怎么动 是吧 那么你在这个位置 潜不进去了 或者今天低息进去了 你想想 今天这个大涨 是不是吃肉了 是不是赚钱了 这种就是重点 朋友们 一定要 是吧 一定要注意这细节 一定要注意这个重点 吃肉喝汤 其实有时候 我觉得 挺简单的 关键是你的节奏要对 你的思路要对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从今天的盘面来看 除了半导体之外 与之相对应的品种 都是什么 都是大涨的 比如大基金 持股 光刻基 原基金 等等 这些都是相关品种的 除了这些之外 今天市场能够起来 能够大涨 最核心的还是证券 证券今天也放量了 也大涨了 我在昨天前天跟大家说过 这个市场想要起来想要报 证券要动 证券不动没意义 拉银行拉不起来 是不是 所以说你看今天证券一涨了 证券一爆发了 完了 就什么大房就飙了 尾盘的话 他也是出一波跳水 我刚才看了证券有 接近七八个票是涨停的 七八票涨停的 但是这波跳水撒下来 只有一个票还能顶住 这个就是天峰证券 天峰证券能够找顶着涨银板 其他的都不行的 都没有什么都开盘了 包括东方财户都开盘了 但是从市场反应来看 我觉得证券也是没有走完的 所以在操作上面 大家还是要注意的 好 除了证券之外 今天其他的板块 主要都是跟科技有关的 整体来说 我们这开后盘 后盘涨的比较少是谁 银行 我相信今天在找盘 割入银行的我估计心里 不太好过 其实我一直强调大家 我说你是做短线 还是做中长期 如果你是做中长期 怎么样 那么你就什么 盯死了银行板块里面的四大行 如果你是做短线 你就盯着银行板块里面的小票银行 去做一个什么 去做个博弈 你看这个今天银行板块 整的最好的是什么 绿峰涨两个多点 还有这个什么郑州银行 这些就是属于小票银行的补涨 朋友们一定要盯紧的这个细节 注意这个细节 你只要抓住这个细节 注意这个重点 你才能够获利 对不对 那除了这个银行之外 今天的这个全种方向 还有这个煤涨表现也是一般 包括这个水泥这些方向 就说本来就是这些品种 属于传统行业 传统行业 我觉得不是市场的焦点 不是市场重点 所以在操作上面 尤其是追高这一块 一定要保持理性 保持己胜 煤涨这个方向 我讲了很多回 我记得在这一天是重点讲过 当天煤涨就报道 对吧 有人问我这个煤涨是不是创新高 我说了什么 还记得吧 我说银行板块 对不对 该怎么样 到前高附近 要跑路要跑路 你在这个位置你不跑的话 你想想 你不跑的话 你现在怎么样 完蛋了 是吧 好 这是今天整个的一个市场的情况 回到这个盘面 朋友们记住 想吃肉 抓主线 咬主线 那么主线在哪里 我们看这是涨停的一个情况 今天涨停票最多的一个方向 芯片 42个 还有这个华为概念 38个 芯片加华为它属什么 它属于科技类 科技类 还有这个汽车国体改革 机器人半导体这一块 所以这些就是重点 你抓到这重点能不能获利 接下来朋友们记住细节的 埃股进入一个新周期反弹了 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 跟科松半指数 差距非常的大 那么我们就知道重点在哪里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的上证涨幅是2.92 而且这上证涨幅 大多数是由证券贡献的 证券涨了5个多点 对吧 证券贡献的 那么 明显的 你看深圳城值涨了4.71 还有创业版 创业版的话是什么 7.95 北镇50和科创50 涨最多超过10个点 所以从市场的反应来 后一问 想要在这个反弹过程中 反弓过程中 吃到肉吃到大肉 哪里是重点了 科技 是不是 所以我一直强调大家 你丁死的科技有没有问题 那么你抓住科技的话 你就能够获利获到距离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北创科技50 大家看下的指数 明显的今天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大阳线 放量 虽然说没有涨停 但是整体来说 这不就是一个什么 顶型的A型的走势吗 A型的走势 所以朋友们 接下来 今天没入场的 今天没进场的 对不对 那么好 接下来 如果说它有调整 有低点怎么办 机会 对不对 如果它再调整下来 以后是在这个位置 比如说它缩量 比如说它低开 直接往下压 对吧 我觉得就是机会 一个新的机会 当然你能力强的 就干个股更好 那么从个股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的半导体板块 是什么 是全面爆发的 20厘米的 30厘米的 是不是也多是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半导体板块的话 30厘米的有两只 20厘米的一大片 所以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 很多票 开始回流了 这就是一个重点 朋友们 包括我们的前期核心龙头 半导体板块的核心龙是谁 大家都是知道吧 中芯国际 对不对 大家看 中芯国际今天都涨停了 而且它今天是 创新高了 中芯国际 党停创新高 那接下来怎么办 还有可能进入一轮新的大涨 新的加速 如果中芯国际在这个位置 持续上涨 持续暴展的话 会怎么样 那你这样 对吧 整个板块是不是会起来 整个板块是会大涨 所以从市场的反应来看 我觉得它成 它带头成为 市场焦点的可能性很大 一旦它成为市场焦点的话 那 整个行业就会成为超级主线 所以说 朋友们不要看 不要看今天 整体来说是属于 获花的 实际上 从这些板块 从这些个股 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端倪 那就是主性品种 仍然是很强劲的 仍然是没有变的 只要是有度的主性品种 你才能够获利 你才能够吃物 对不对 主性品种是什么 大家其实一目两人 从四星股 从涨停就知道 对不对 好 我们再看一下个股 个股的话 今天整个的环境 我刚才说了 130%个票涨停 其实这里面还不包括什么 十几厘米的 我们看到20厘米的30个 十几厘米的一大片 十几厘米的一大片 整体来说 今天涨幅在10个店以上的 10个店以上的200多家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 虽然说没有出现切股涨停 但是从市场的赚钱效应来说 是非常突出的 为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昨日涨停股的表现 今天在平均上涨幅度是多少 7.85 所以就说明什么 市场的连续性过比较好 就是赚钱效应非常突出 后排的话 跌的最多的是跌了8个多点 那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市场风险很少 至少今天在那旁边 风险很少 是属于全面爆发的状态 所以不排除 在放了两天 假以后休息以后 下周再次出现加速行情 朋友们 如果说周末再次迎来一个什么利好 或说迎来大利好的话 接下来将挑战前期高位3674 一旦突破3674的话 它会怎么样 那它的位置就算 就会奔着4000多点的位置去了 所以从末天的旁边看 今天量能 已经回来了 2万亿以上 那么接下来 如果他继续放量往上攻的话 3000这个位置是肯定去调的 朋友们 现在就是抓住主线 咬住核心 持肉和汤的时候